南部有黄色小鸭 而北部也有人气很高的猫熊宝宝圆仔 圆仔可以说是几米大几寸 不但是体重超过了5公斤 保育员今天也发现了 圆仔已经冒出4颗牙齿 远邦表示通常猫熊要80天到90天大的时候 才会开始长牙 而圆仔只有70几天就长牙了 由此可见它是个健康的宝宝 猫熊宝宝银亚最近越来越好动 放在篮子里 除了会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 挥动着手脚 也喜欢咬东咬西 靠在篮子里还会啃咬着花布 保育员在23号早上发现银亚下排牙 应有牙齿微微吐起 银亚长出了4颗牙齿 大猫熊的长牙齿的部分 通常在80天到90天开始 就会长出牙齿出来了 长出牙齿是在下额的部分 是两颗的全齿 两颗的门齿 身强体重的银亚已经79天大了 在日前天吐台风来袭时 刚听了剑声音 现在也开始长牙 不过银亚还要再继续喝奶一段时间 要等到它满周岁后 才能啃竹子吃 银亚预计在半岁大时才会断奶 开始吃副食品 原方也估计在两周 银亚的四肢就有力气撑起身体 身为动物园最夯的动物明星 银亚的生长情况持续受到矚目 UDN TV洋人响周思瑜台北报导 中文字兵路